都说后期配音是一部电视剧的神助攻 其实有时候原因也是很不错的 这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原因视频一曝光 所长就被大秘密的绵羊衣 和赵又廷的台湾枪组合萌得不要不要了呢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最近真是火遍四海八荒 今天所长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众神仙们的台湾的台湾 和配音相比大秘密的声音虽然细了一点 但颤抖的声线和委屈的语调 却让人倍感心疼 听起来是十一分虐心 辜负叶华虽然自带台湾枪 但也感染力十足 还有张志尧的香港枪 难道哲言最近去香港游了一圈 离境张彬彬 私命王霄 和成语援军王厅的台词功底 也是没得说的 而凤九迪丽热巴本人的声音听上去 竟然与配音差别甚微 都是一样的甜美可爱啊有没有 不说了 所长要赶紧追剧去了 机场是明星最常被跟拍的场所之一 然而陈乔恩却表示我不约 他在微博上怒气开炮 很讨厌这种狂拍 直呼真是烦死了 如此直白的痛斥跟拍行为 也算是少有 有粉丝伤心表示 我们从不接接送机 机场见到都会绕着走 随后乔恩暖心回复 跟拍这个锅砸的也不是粉丝 还有粉丝回忆距离两米 不敢上前打招呼 乔恩回复 自己没有那么凶 下次大大方方打招呼就好 这才是粉丝和爱豆互动的 正确打开方式嘛 亲们期盼了已久的谈判官海报 日前终于曝光了 男女主美人半边脸 充满神秘感 和香槟的二人 也是配一脸的节奏 大妹妹一身白色职业妆 女王气场全开 屋里滔滔把西装甩飞 没办法 就是喜欢你这股脾劲 在最新的路透滑雪中 黄子涛放飞自我 对着杨幂不仅自弹自唱 还表演一出武术 实力证明 什么叫霸总会武术 谁也挡不住 这个腾空翻所长 必须给满分 当然闻起秘解 也很给力 捧着杨幂的脸 上去就是深情一吻 甜蜜度瞬间爆棚 单车载女主的戏份 黄子涛开启了怼人模式 吐槽杨幂太重 大妹妹坐在后面 捶着涛涛的后背撒娇 爱骂 你们这样打情骂俏可还行 这里有人虐狗 快把他俩带走 谁说素颜是明星的死穴 所长最近发现 毛鞋帽也是明星 要回避的单品呀 男神张震这素颜加毛鞋帽的搭配 就被网友调侃 有种雪村的错觉 而陈冠希的盛世美颜 在毛鞋帽面前也败下阵来 一秒变成本山大叔 最吐血的估计还是男神陈坤了 一戴上毛鞋帽 再加上这略黑的皮肤 瞬间成了宋小宝有没有 乌里坤哥本人也是很绝望的吧 一个毛鞋帽瞬间集齐东北男团 不过这是不是也证明 东北男团也都有男神的潜质呢 这不本山大叔的儿子 一早就被网友们看好 瘦了之后变张汉 所长想想也有些小激动呢 天了陆 小陆成了首个个人词条阅读量 破了1100亿的爱豆 必须要给乌里路哥点个赞 今日陆寒在学校时的风云世界被爆出 作为海淀校草 小陆同学在中学时期 就有学妹为他剑贴吧 更有初中小名媚表示 理想就是嫁给陆寒 难怪有笑有说 和陆路说了句话 宝宝都要晕了呢 再看看陆路这九年前的大学照 简直帅所长一脸呀 怪不得董子见小朋友都说 自己喜欢的女神喜欢陆寒 所长都要心疼三秒了 大张伟是被演唱事业耽误了的段子手 不幸请看他中学的日记 笔记一如鬼畜 画风很诡异 各种乱七八糟的段子 就像是相声台词 骂人都是排笔句 这句生活就像一头驴 弄极了他真贴 风格果然很大张伟 妮妮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个吃货少女 对橘子和的怨念 但要说这不是在凑字数 御文老师你信吗 柳妍则是典型的早熟宝宝 日记里全记了一些情情爱爱 可到现在还没脱单 请给所长一个完美的解释 易杨千玺爱讲冷笑话 王源认真记录生活点滴 王俊凯每次旅行都要记 爱豆的日记和我差了不止一个舞台的距离呀 心疼自己的御文老师三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